康熙来了 其实分手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总是比较激烈 对 很重要的一件事是 因为 当时年轻的时候对感情太重视 还有太冲动 然后讲那番话 我觉得对他造成的伤害 我现在想起来觉得 很抱歉 在上期康熙来了当中 小S和黄子焦分享了 属于他们的微信小故事 而故事的结局 也将留下完备的句点 分开之后 又陆续的就停掉停掉停掉 对 就是 不会跟这有关系 我不知道 这我没有办法保证有关系 但是它确实就是在 那段时间之后 一个一个停掉 然后持续三四年没有节目 可是你就越来越红而已 对 不好意思啊 应该的 我突然发现 他这么有才华 任何情侣都是 就是你分手的时候会有 前面的大概一年 会很恨对方 或是情绪很浓 当然 然后后来慢慢走过去之后 你再回想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明明我们交往的时候 他很可爱 对啊 他对我很好 然后他对我的家人也很好 他常常那个 约我和我大姐跟我姐夫 我们去吃小夜 然后或者就是 请我们全家旅游什么的 就是这些好的事情 在你分手的那一刹那 你会突然全部忘掉 只充满恨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他一直的盲目啊 一时的盲目 可是后来现在再回忆起来 就是有很多 被想到那些好的 像你讲的那些快乐的回忆 对对对 比如说去白马 然后有一只黄金猎犬 那个你还记得吧 我不记得 我只记得那个 浴缸外面就是满山的白雪 很浪漫 对 这一类的 就是其实这些好的回忆 浴缸里面是什么 浴缸外面 它就是活在 稍微浴缸里面 我记得好像是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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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是人 我记得 你这些重点啊 不能因为你们哭 我们就算了 你好冷静 所以黄金猎犬 白马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会发现 一般人不会发现的 很奇妙的旅游的地方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 我就是 我根本就不爱去 搜集资料的人 都是他负责搜集资料 他就也说他发现 一个在白马山庄里面 一个很有品味的老板 自己开了一个 那个独栋的 也就是现在的民宿 民宿 对 当年还不流行 对 然后那个菜都很棒 你们好像江王说 这民宿还没有流行的时候 真的 真的 那个还不流行民宿 然后就是你要开去 那个当时 就是现在的民宿 就是要经过一段路 然后路中间 还有咖啡厅什么什么的 我记得我们有在咖啡厅停留 然后那咖啡厅 好像养了一只黄金猎犬 可是后来我们是 有去第二次 第二次的时候 那只黄金猎犬就死掉了 这个我记得 所以当时以你的收入能力 招待他全家去日本玩 OK吗 其实看到他们开心 就好了 就是很 那个是无价的嘛 其实吃一顿饭 没有多少钱 大家不要想着 我们是什么豪华之旅 其实也就跟一般 一般观众课一样 但是就是你会觉得那个满足感 就当下我们在一起的那一刻 那么一天 是很享受的 我觉得那个是 不是钱的 不是钱的 我还负担得起啦 请问S今天说出这个 对你造成的困扰的抱歉之前 你有在等待这一件事吗 不不不 这个是完全 这个是 因为我觉得很多东西我 为什么突然变台语 激动 你也可能进入世间情的那样 因为 因为我记得是过世 但一定没料到 对 我没有料到 我不要说没料到 我连想 都不敢 你刚刚听到她说 抱歉这件事情 对你来讲是一个非常意外的事 惊喜 谢谢 然后 蛮感动的 就是还是谢谢 可是是你 是你放在心里很长时间想讲的 然后这么多次 你有机会碰到她的时候 因为那些场合不方便讲 在红地毯上 对啊 受访什么都讲得出 对啊 而且跟我老公怎么讲啊 而且那个时候 刚...那个时候也还没有这种想法 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 跟她相见面是 事情过去就过去 对 是尴尬的 什么什么这一类的 是后来慢慢慢慢到现在 这就是智慧的伪迹 就是愿意面对人生过去发生过去 这是我真的无意伤害任何人 然后你想放下他 其实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些小巢段 我都已经觉得很温暖 比如说那个时候 S的这一群朋友 当然都对我一定是 必须保持距离 对 可是慢慢的 譬如说 我也看到范晓轩 她也会对我笑 我慢慢的看到 因为她可能也成熟了 然后她也来上我的节目了 然后看到黑人 看到阿雅 我也去上过阿雅的节目 看到范范 范范是当然比较后期一点的 就是其实在过程里面 已经有很多让我觉得够了啦 其实我已经觉得谢谢 而且你们当年都这么气我 我也应该被气 可是后来她们陆续都放下 我就已经很感谢了 所以我今天这个状态 我是完全不敢奢望 尤其现在我是呈现 炸汤的状态 这一支是没有隐形眼镜的 这个好特别 你也先跑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很久了 那我揉一下 你先不要拍我 你把它这样子 就是揉出来 它一开始滚到后面去了 因为它近视非常深耶 对 所以我现在一支炸汤啊 所以它现在 可以不要拍我吗 导播 有镜子嘛 有镜子 所以它现在其实就是 找到了 找到了 天啊 那你要把你回去吗 它的精神状态就是这个样子 我上次广播金钟 也是一揉一哭就跑掉了 这算是我的才华 我这是几年啦 应该有七八年是有的 第一次有人在康熙哭掉影型眼镜 他没有在我面前 你的镜子可以不要动 你知道他没有在我面前哭过 我也没有在你面前装眼镜吧 也是没有啦 真的是 不过他真的是一个 很少哭的人 所以你 你自己有感觉到 时间也到了 在你写这张 Elephant D的专辑的感言的时候 你是觉得 你跟SK可以重新 没有 当然我写的时候 也希望他看到 也希望他喜欢 可是后续我就没有再多想 分手后会在乎 对方感情上的变化吗 还是会看看报纸啊 因为我基本上 我每天看各种报纸 你是资讯狂啊 对啊 对啊 有时候也挺心疼他的 也经历过一些事情 但是我觉得 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 而且他的人生比我更圆满 他有家庭 有小孩 其实他一定可以度过 那一切的一切 只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说 有的时候我们不小心受访 然后提到小S两句 马上就有很多粉丝说 你不要再消费他了 然后我就在想说 其实我就是一个称职的受访者 可是他就有点 有点 就是变成大家有点很紧绷 只要一提到这个事情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都不敢再去多想 或多说什么 可是反而是S在康熙 来宾开黄紫椒有关的玩笑 你还好耶 我还OK啊 对 就没有人怕到说 不在你面前提他的女子重视 对 所以你不会 你当时并不觉得只有 如果记者问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 可是记者真的很少问我 因为其实很多记者都是 从我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 他们就刚入行 所以他们就是参与了我们从谈恋爱 然后以什么样子等等 然后到分手 所以那些记者都知道我们的状况 所以很多记者都会 比如说 后来让我们搭上线的那个记者 是他第一个问说 那你为什么那么可以的黄紫椒的乐品 我才跟他说 因为他是专业的音乐人 我很想知道 然后是他开始 就是来来往往的那个追究我们的事 然后我就问那个记者说 你干嘛那么在乎 还有你为什么那么激动 他说因为你们在一起的 这一整段时间 就是我入行 就是他参与了全部全部的事情 所以他们如果要在我面提到 娇娇或是黄紫椒的时候 他们自己都会嘴软 所以到今天画下句点 对他们来讲也是卸下一个重担 就是以后彼此我讲黄紫椒 我不想再嘴软跟脸很尴尬了 所以后来宾来 都可以随便开你跟黄紫椒的玩笑 可是我们今天讲开了 应该也没什么玩笑好开了吧 开了也不好笑 开了就不好笑 这应该就不好笑 所以你有在管他后来交往的人吗 我那天跟我妈吃饭 我就说妈 你知道我们下一次 那个康熙的来宾是谁 他说谁 我说黄紫椒 他说黄紫椒 他说那你老公OK吗 然后当时我老公都坐我旁边 然后我说我老公当然OK啊 他是一个很大气的人 然后我就说 Baby黄紫椒要上我们节目 他就OK啊 就是他根本不在乎 然后我妈就说 他这么白 还在是不是有别的性格 什么东西 他就说说他很白 但是我还想说 你知道说矮还是白吗 然后我妈就说 那你跟他讲 叫他找一点那个成家嘛 因为他知道他现在谈了恋爱 是 就说赶快那个 真的喔 对啊 我妈就说赶快 要结婚就赶快结一结 赶快生小孩 做一个家里 但是你有跟大S讲吗 他要来的事 好像没有耶 OK 大S是 会对你一支 比较有保持距离的人吗 就是 就是 护妹妹很心切 这我都可以理解 我都可以理解 对 像你现在交往的人 这么 心 就是这么晚辈的情况下 他们应该根本不知道 发生过什么事 所以这样特别好 不是 当然知道啦 这个事情其实 那请问你要上我们节目 不需要跟你女友讲一下吧 他当然也是都OK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交往前 每个人都有前男友 前女友啊 是啊 对啊 我觉得 虽然他比较年轻 不过因为他入社会也挺早 所以我很开心 他都也满 满接受 好难得喔 对 其实他现在就在后面 你可以请他来 来 好 Selena大力赞赏黄紫娇 蔡刚耀愤愤儿离场 有一件事情你要问Selena喔 因为Selena有说就是 去年佼佼的事业整个就是 越来越好 然后尤其是他主持金马奖 主持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说 音乐的部分 你有特别想要跟Selena讲什么 其实我该讲的大概都写完了啦 对 然后我只是很期待他 就是继续做下去 因为我觉得玩票这件事情有点可惜 因为其实你们大家都很有才华 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 算了 我这样就够了 很多人都是抱着这种心态 我这样就够了 或是我主持一个典礼就够 玩一玩 可是我觉得有才华的人 就要持续地做 也许回想不会像二二姐那么热烈 可是当你持之隐恒之后 你就会是一个派系 这个派系是需要靠持久来完成的 你说主持一点 你玩一玩是讲Selena 有一件事情你要问Selena喔 因为我今天那个佼佼要来嘛 然后我就特地看了一下那个 我们制作单位准备的脚本 然后 但是我就从那个Selena的故事当中 看到了一段话 我也很想要到面问一下他 因为Selena有说就是去年佼佼的事业 所以整个就是越来越好 然后尤其是他主持金马奖 主持得非常的好 然后他说 他是 目前他看过主持金马奖 最好的一位主持 完美 我没有这样讲啊 我没有这样讲 不是 不是 亂讲 不是 直接都摔了 我看好戏了耶 我 这个戏比张力好强 没有啦 你还给我躺到这一刀啊 你 有这一句吗 有这句吗 康永哥七字耶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乱讲 你有讲说他真的是主持人 很完美啦 你不是讲说他是 没有没有 我讲错了 他说他是 男主持人里面最好的一位 没有 我后来小军之后 公司就说 可是你有跟康永哥 也有跟诚诚哥 有什么都搭过啊 你去把他当选女主持人好了 你去把他当选女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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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就觉得他真的很棒吧 本来就是啊 谢谢你人才能选自己人 佳佳佳 佳佳非常好 然后我一直不理解 他们为什么不请他当主持人 所以 后来我就是真的有点 严重地跟他们说 我说他 红地毯他帮你们主持了这么多次了 你们还不让他在里面主持典礼 这个我觉得怎么样都说不过去 然后我跟他合作过啊 我知道他多用功 你们有合作过吗 我们以前有一次 他帮我收了一个节目的委 我很感谢他 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很不怕困难任务的人 那你知道我们俩上次这么久 你知道我很怕麻烦 可是你敢一个人主持金马奖也是很 对啊 是 可是有一次有一个节目真的 后来到了决赛的时候 我就很希望能够拜托他 主持最后一个决赛的部分 所以那个时候你们就有暗中在来往了是不是 不是暗中 那个店上有哭啊 不知道我跟康永哥的缘分是在试心的时候吗 我不知道 我教过你啊 对 那个时候康永哥从美国学成归台 还没有出道 我是学生 我就是老师课里面打瞌睡的学生 然后后来隔一阵子 康永哥突然出道然后就爆红了 对 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缘分 我记得我看到他的第一个印象 他穿了白色的高领毛衣 然后 就在试心的 对 然后他说他做了一个小舞台剧希望我去看 我就想说哇 这学生真的好活跃 然后感觉样子看起来也是一个准备好去做明星的 我那时候已经出道了 对 然后也虽然出道可是还是用心的写考卷就字非常多 然后字这么小 他很爱写 对 写的秘密麻烦 很爱写 但老师不喜欢看字很多的考卷就翻看很久 可是当时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早就像你讲的 我认为他的才华是应该早一点发光发热 我没有想要拖这么久 可是我不理解 我一直以为你你在主持人是我的前辈啊 不敢不敢不敢 你就是出道很早啊 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三四年低潮应该也只不过是一个小插曲而已吧 你说讲那个三四年它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年份 可是应该是说整个就是之后 就是比如说节目一个一个收没有人看 没有人找你做节目 没有人找你主持记者会 然后开始就走在路上 大家对你有敌意 或是那个眼神 你说路人对你有敌意吗 就是他们眼神都是那种 直直点点 对 然后当然还有后来网路兴起之后 就开始 所以到那三四年是最惨最惨 就是没有节目 可是后来我也 我这个人很会安慰自己 就因为那三四年我在台湾没事 结果呢 新加坡的邀约我就有空 然后大陆我也就可以有去做节目的机会 所以诸葛亮不是常说他出国进修 深造 我那个时候才真的是出国深造 我那段时间就跑了不少海外的地方 反而学到一些不同的眼界 可是当然你回到自己的家的时候 还是就是会有一点觉得无奈 所以我就开了设计公司 我就认识蒋有波 就在那个阶段我就做更多的副业 你认识蒋有波 对啊 你有他的电话吗 你不是人妻吗 你后来 你后来喜欢的男生类型真的跟焦焦差很多 差很多 所以是什么 就是他是那个 他是那一种版本里的唯一的一个代表 哪一种版本 我想好奇的 你比较白的 比较白的 跟他交往的时候 就算蒋老婆从面前走过也不会 可能就会看一下想说 哇 好帅喔 这一类的 跟你无关 对 因为我谈恋爱的时候是很死忠的人 可是现在你就是想把魔爪伸往每一个可能的对象 你也进入婚姻之后你也进入婚姻之后 你也进入婚姻之后 没有 我不知道 老公也有人在卖乖 你看有人在卖乖 老公也会看 所以你婚后出专辑这件事情 就是对你来讲你还有那种拼得劲吗 我觉得我出这张 虽然已经之前出过很多张 但我觉得这张的那个心跟眼睛又不一样 我觉得我看到跟感受的东西比以前更多更深刻 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公司的每一个同事 然后包括这次MV的导演跟就是摄影师 我觉得他们都为了我想了很多 然后甚至我的专辑的词曲 每一个人我都很感谢 因为他们真的都为了我 然后帮我写出很棒的东西 所以我是真的是抱着一个感恩的心在做 感恩 然后对对对 这时候真的就是很韌霸上升 然后我想说宣传期反正应该也不会多长 对 那就是压一咬就拼了 因为其实我觉得心情还好 是体力真的没有像二十几岁的时候 可以真的都不睡觉啊什么的 可是还有在乎什么销量那些的吗 本来也是有在乎 可是我觉得在乎压力太大 因为我觉得SHE成绩很好 然后田富珍成绩也非常好 所以我觉得如果要在乎这数字 自己会做得比较有压力 那我现在就是一个标榜不被数字制约的人 我家已经没有体重机了 很漂亮 原版 还在乎数字 不是 因为现在唱片实体的销售量 真的很难达到 那等一下嘛 既然你在乎 没有 我不是在乎唱片卖几张 我是比较在乎彩行榜 我会有没有上过第一名 因为我上过很多次 OK 这个你是有在追踪吧 但我们那个榜你没上过啊 你们来上一下 周杰伦都来了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啊 所以有让你们节目唱歌的人 榜就会上一阵是不是 对 这是一个记录嘛 你人生一个挑战 好不好 礼拜五 四点 这个礼拜五 瑞光录 现在就约了 礼拜五 我们要录康熙 好棒喔 好棒喔 杨西太大 这次新专辑的概念这个语言 今天因为S跟娇娇的相会 跟互相达成的默契 我想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棒的语言 好大的语言 好棒喔 真的很谢谢你们两个 谢谢你 真的谢谢你们两个 今天结束的时候 我们让Solina唱她的新歌 好耶 她唱完新歌之后 我会让你来送你的客人哦 好啊 OK 好 来 欢迎Solina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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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天一丝一无 三天一丝一无 一个神奇偿数 她显示了生活最舒服的态度 这地球明明就是愿的真名物 但世界却又在做尖锐角度 不怕被相遇月亮 只要我不照亮 每一个朋友的心房 发生远的恰当好处 我很满足 天色越暗越能美的金珠 或许要少了一点糊涂 提侦多点刻度 但一颗心冬陷何度 我的热情没有十足 爱情无数 年纪让别人去在乎 不怕被舒服 不怕被相遇月亮 只要我不照亮 每一个朋友的心房 发生远的恰当好处 我很满足 天色越暗越能美的金珠 或许要少了一点糊涂 提侦多点刻度 但一颗心冬陷何度 我对热情没有十足 爱情无数 年纪让别人去在乎 不怕舒服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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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看腰怎么样 腰啊 腰啊 是有点粗啦 有点粗 还好呀 又讲脸 又讲脸 这歌词还蛮... 是不是很伤人 很真识 可是我觉得它写得很好 就如果我能够照亮朋友的心房 能够让我的心浓鲜何度 真的 这是最棒 像今天我就觉得 今天真的很棒 谢谢黄梓椰来 康熙来了 谢谢黄梓椰 谢谢黄梓椰 最后是不是要有一个完美的Ending 今天也送客吧 希望接下来的人生都能够很顺利 OK 然后赶快结婚生子 不然金子会变很弱 好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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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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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结束 到另外一个开始的时候呢 凯文 arguing 很多人喜欢算命的产业的总额 听起来有一点下容 我不知道怎么统计出来的 因为一般去算命的人 根本没有告诉别人 它交出多少钱 嗯 所以我这边看到一个数字 说 一整年下來 有一百五十億的 裡面在算命 算命上面嗎? 我想這個應該是包括了 比方說算命網站的廣告費用什麼 要不然一般算命的人士 好像不會告訴我們他們 收費的標準 而且通常都是隨意 包紅包 隨意給是那個 是是 所以今天 今天康熙來要幫大家做個功課 就是我們要稍微弄清楚一下行情如何 那 我們今天邀請到了專長不同領域的 八位老師來這邊為我們的明星們 你確定他們八位彼此是合的嗎? 不合 我們今天沒有控告他們合不合 因為每位老師每次算命時間只有三十名 歡迎一個老師的 歡迎 好 那八位老師剛剛今天有三位已經出了 關於新的一年的書 是 那可以看到封面的顏色都很相似 就是以紅色為主 走吉祥路線嗎? 我剛才有研究一下他們三本書的定價 就是 有一本是280 有一本是380 有一本是250 哪一本最貴? 30080 有錢的那樣 有加價值 而且有加這個錢的是什麼 對 生運過的 所以 曾偉忠 定價比例歸130 基本上我已經連續出五年了 農民力是我開創這個先的一個 你說全場是你創的 你拜託 小心 你第一本是你發明的嗎? 農民力加上算命 批流年是我 百分之百是我先的 整個世界是你創的 這絕對是我的 他說農民力上面批流年是他創的 包在裡面是我創的五年前 所以封面一直沒有改 這是確定的 你們另外兩個要接受這個說法嗎? 我想 如果出農民力 我想 謝妍錦老師比張萬聰老師更早 我現在還有更早 我現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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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知道 你說你最早 他說你不是好 先這樣子好不好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空追究這件事情 現在就是 有三位都出了 然後其他老師們應該陸續還會 在2015年推出新的作品 那今天我們邀請了三位明星 他們心裡堅強 因為他們常常去算命 所以應該不去 在節目當中被算了之後 就痛哭流涕 就你們常算嘛 對不對 我每天都在算 所以他們三位呢 理論上就是 今天聽到任何的 對2015的預言 他們應該都不會太害怕 因為你們就是有體驗 不會啦 因為我們常算也麻痺了 我們算命的四肢 比如用健保卡還... 不爽也是要算命 一定要算 我們英文發黑啊 你知道 我們可能有踢到 龜子佳也是要算命 你一定要算 他們三位當中有一個 有一位真的很怪異 就是他去算一個老師 然後那老師說 你沒有偏財運 所以你不要買彩券 然後結果他呢 就某一天心血來 他就很想買彩券 他就去... 跑去彩券攤 可是他就沒有買 因為他想到那個老師警告 就沒有買 然後結果開獎出來呢 竟然號碼 就跟他本來想要買的號碼 是一模一樣 結果這個女生竟然不是痛惜說 結果他損失了這一筆財富 而是說如果我買了 然後中了我就會死掉 沒有 有這麼相信算命的人嗎 所以老師是說 不然一中了就會死是不是 好 OK 為什麼我... 這是我的心... 那妳要買了才知道 妳會不會死啊 那為什麼我會相信 因為我媽媽 她以前有一個很好的姐妹淘 她也是... 終身就是以前都買愛國彩券 然後愛國彩券就是 她從來也都沒有中過 結果突然間有一天 她就跟我媽媽講說 我中了五百萬 投獎又中了五百萬 然後結果後來不到一個月 這是什麼 她又開口就跟我媽媽他們講說 我去驗出來說我得了癌症 那個跟彩券無關吧 很強 大家慶幸她有費用可以... 沒有... 有負責 有橫財必有橫貨 可是她連拿這筆錢去治病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張惟忠這不是橫財 她沒有傷害別人 今天包括遺產、嫁妝、聘金 突然的業務的提升 賣房子賺大錢 有橫財必有橫貨 有一好沒二好 上千是公平的 那如果突然接到一個廣告代言 然後酬勞不錯 這樣也會死嗎 你接到之後 可是你要... 從這個地方... 又有這樣會破 家人要不去拿錢 你看張惟露明天接不接廣告代言 他有橫貨 還有橫貨 還有橫貨 好 我跟你講 八位老 就是今天的規矩稍微嚴苛一點 因為人數比較多 然後呢 這三個人是比較熟悉行情的人 所以你們先出示一下你們的紅包好不好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一疊紅包 上面是明星本人的名字 所以等一下每位老師算完之後 你們就直接把你們要給的金額寫在紅包上面 好的 我們會投入這位老師專屬的這個財務箱當中 然後我們就會計算今天各位老師們 之後得到的收入前三名 我們不會公布後三名 我們就會公布前三名 那所以各位老師今天有一點這個競爭的意思 可是我們主要是要讓觀眾了解到 去算的時候大概行情是怎麼樣 好 S也想要加入 所以等一下你是不知道行情的 你會亂給對不對 我就看誰講得比較好啊 真的 算命不能這樣吧 講得好就給得多嗎 我要看講得準不準 不是 如果他已經輔助了 我怎麼可能給他們高價啊 你現在這樣 那你不要錄 就這樣 我只可以警告老師 就這樣 好 你們就講真實的 我就那個平心情給 這樣可不可以 這樣可不可以 如果說2015年你就是會過輕啊 還沒有喊一下 你用那麼火套 什麼怪小一個紅包 你來去看古靈的啦 我們在紅包帶很多喔 聽到沒有 所以老師現在立法能看了吧 所以哈利波特 不是 我是算命大師 我姓鮑 我叫鮑鮑鮑 很多人都叫我鮑鮑鮑 所以走在路上 很多人都跟我男叫喊鮑鮑 聽到沒有 我幫個術口 OK 所以那個今天 負責計時的是柯南 不是 我們講了什麼 柯南 我麻煩你三十秒的時候 你就要按鈴喔 沒錯 三十秒就 因為我知道老師們 有快有慢 可是沒有辦法 就是三十秒 我們就要讓客戶決定說 聽了以後滿不滿意 然後要給多少錢 好 所以呢 第一位上陣的陳佩琪嗎 我先問那個看起來 插上一點比較小的 安格斯老師好了 安格斯 就是我曾經給老師 算過八字啊 然後他就看我的命工說 我這一輩子啊 就是婚姻 就是最好不要結婚 如果遇到好男人也不要結婚 所以要問2015年的婚姻運嗎 我什麼時候才可以 就是真的遇到一個好男人 而且重點是 因為我的子女工是空的 老師說我是 這輩子不會有小孩 他說你這輩子 不會有婚姻跟小孩 對 所以你要問的是 2015會不會發生這件事 還是說這輩子 這輩子 這輩子嗎 這輩子 這輩子 那我們2016年錄 一個不能找女朋友 對 那就2015就放了 很難耶 我明年也想要知道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 對 佩琪早上7點13分出生 所以我有她的這個心盤喔 基本上因為你心心巨蟹 代表她的愛情功 OK 那所以這一輩子 她會有不止一次的婚姻 一次 不止一次 不止一次嗎 這也意味著 她在愛情上 是一定會找到一個安定感 跟結局的人 這一輩子 她不是一個能 是她會生小孩 她喜歡跟 跟另一半在一起有所安全感 那所以你在今年的這個 2015春 2015春 會是她有 開始有戀愛機會的 春天嗎 來的對象呢 你沒遙游嗎 你沒遙游 已經到了嗎 快一點 30秒 已經到喔 小安定感到高 安定感到高 安定感到高 不可能會立刻有小孩嘛 就是小孩中間超過10年 可是你有聽到重點啊 2015春啊 表示是正常的 是從楊麗算的 這個春季這三個月當中 會有機會嘛 對 而且是女性的長輩櫃的 會介紹給她 好 所以 所以我們需要打扮得很空靈 然後去看什麼 Museum去 不要 人就來了 人就來了 各位姐姐 各位阿姨 是誰告訴妳打扮得空靈 去看Museum的女士 不是 我一直覺得說 是不是我想要什麼樣的對象 我應該要去那個地方 你只要靈魂是不是 沒有 需要一個手嗎 我不要肉體 我要靈魂 所以妳喜歡逛美術館的人 我喜歡可以跟我 看展覽 稍微按心一點 對 OK 第二位妳要問的是 吳慧玲老師 好 姓名學者老師 吳慧玲 來 1 2 3 請開始 感情 請妳跟慧玲 妳的感情呢 在明年來講跟後年來講 會比較辛苦一點 就是在明年的話 妳的 因為妳的夫妻公走到一個 真質的一個掛出來 那這真質的掛呢 如果說妳要留住這段感情的話 妳必須要百般的去包容對方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妳都去包容它 只要過到明年的 10月以後 那妳這段感情就會流出 如果沒有的話 在這一段期間 妳們會有爭執 可能意見上面的不合 到了 她的桃花運在 欸 好美麗的意思 我買下福比來找我們 貝姊 我們接起來的話 意思是說妳三月開始談 然後到十月的時候 如果還能夠 然後不要跟她吵架的意思 對 然後我後年就可以來談 我要結婚了嗎 對 就不要生子 我剛剛跟你生子 妳一直不恨到真啊 所以妳現在手上是沒有人是不是 我現在是單身 OK 所以那個妳已經有兩個座標 可以比較了 可以開始發紅包了 我是不是可以請鄭老師 幫我解答一下 鄭亞雲妳準備好了嗎 要一張 準備好了 對 妳告訴我 妳要其他選牌嗎 這裡沒有八張 妳告訴我其中一張 我們等她選好牌 再開始計時好了 1 2 3 4 5 2 7 8 妳告訴我第幾張就好了 第八張 第八張 第八張牌翻過來 3 2 1 開始計時 好咧 這是一個遜掛 遜為風 代表呢 事實際上 很遜的掛嗎 對 這是一個遜掛 這個是一個風 那麼這代表什麼 一個人看起來好像站在那裡 沒什麼事 可是呢 其實她不曉得 在後面的風 山峰 蜂擁而上 那麼因此呢 在暗中藏著一個波檀兇容的一個局勢 所以呢 如果妳真的要問婚姻 問感情 在明年來講其實是呈現空的 即使是有出現的話 看起來好像真 可是呢 是真是假 如夢如幻 一片虛實 所以呢 在這裡面裡面 妳呢 其實要以不變應萬變 要沉穩中求得一個所謂的穩定 否則來講明年還是沒有的 妳會辯論嗎 30秒 剛好聽 好厲害喔 時間抓得剛剛好 她的心仗下來以後 我覺得反正越問越糟 我這一題可以結束了嗎 好 那妳等一下想問別題是不是 可以啊 好可怕 我不要放棄 妳的原生家庭 妳跟妳父母關係 其實很緊張 尤其是妳跟妳媽媽的關係 是嗎 她講得很嗎 真的 妳的背可跟妳講那麼多 不是 妳怎麼知道這件事 現在老師可能會給妳一些希望 真的嗎 可是妳想換問題對不對 妳想改問哪一方面 好 我們是不是可以 還是妳還是想問這一題 都可以啊 我不要了 放棄 反正我就是一個人 沒關係我養狗 不要生氣 妳不要 妳不是在那邊講耶 妳沒有算命的經驗嗎 我養狗 妳應該要問同一個才是 真的嗎 那我同一題張柏老師說 她可以給我 對 有不同的方案嗎 一定不同 真的嗎 不要安慰我 我要真實的 沒有沒有 她要真實話 好 張柏拉要發言囉 3 2 1 開始 好第一個 因為佩琪的佩啊 佩琪代表雞 代表蛇 因為今年是羊年 所以蛇馬羊帶三會 代表妳在新年一年 一定會自己交上新的男朋友 第二個旗幟 旗幟下面這個馬 馬跟羊帶六合 代表說 裡面的財運工作 跟他們都很好 那如果說 妳希望 能夠交到男朋友之後 可以速戰速決 我建議 羊年可以馬上認識 馬上懷孕生小孩 是可以這樣做 但是妳的夫妻公 真正的夫妻公 因為妳生肖屬蛇 再猴年 因為世生帶六合 所以猴年結婚 再來生小孩會比較好 等一下 所以 羊年是哪一年 明年 羊年就年年 猴年呢 猴年就後年 所以妳建議 後年比較穩當一點 對 但是如果速戰速決的話 在羊年今年 就一定會生下來 什麼叫速戰速決 就是一在一起 就趕快做愛 然後趕快生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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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像我這樣 可是妳這個 很幸福耶 那如果 親愛的 如果是有了小孩 然後離婚這樣好嗎 無所謂 有小孩 一定要有小孩 這兩個真的要取捨要小孩 其實我覺得我沒有結婚 都無所謂 我想要小孩 那妳就去做一個小孩 去金補男朋友 對啊 妳子宮健全小孩 沒有了 妳老公可以多換幾個人 就換個小孩 我這樣好像也 妳可以跟妳講人生小孩 妳講 請問 還沒有發言的老師 對這一題 有意願要講的舉手好了嗎 對 對 一個 紅包要給江伯樂 來 請寫一下 那還有一位女老師 就是廖小姐 廖一華小姐 廖老師先講好了 1 2 3 開始 所以我要講的是 佩奇她桃花非常旺 所以我相信身邊 應該已經有追求的對象 就是她有沒有接受 第二點呢 因為妳的姻緣比較多重 所以會建議妳 如果你找到一個對象 她已經有小孩的 這就剛剛好 然後她有小孩的話 妳或許 她能夠把妳帶來下一個 好 現成的小孩 這是我想要的耶 一定要有一個帶的 所以那位可能是已經離婚的人 她不一定 她必須要找一個離過婚的 她的姻緣才有辦法 我理想的 OK 所以妳身邊真的有追求者嗎 應該有 有多多少少有好感嗎 多少有啦 但是因為我很窄 通常人家要介紹 我就不用 不用不用 我也懶得出去 那這樣就是不夠積極啊 對啊 妳就要直接送來妳家給妳看 就好 所以妳不排斥離過婚的人 我非常渴望 是找一個離過婚有小孩 比較有經驗的 現成的 沒有經驗的也麻煩 那如果小孩很大了呢 沒關係啊 對呀 當姐妹啊 十七八歲這樣子 對 而且妳知道 如果是男生的話 剛好看著也仰眼睛 OK 是這樣子啊 跟爸爸在 其實小小的時候 眼裡看著對方的兒子 太小了 太小了 順便幫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有一些不熟悉 他們的算命工具的 妳前面不是鐵板吧 是算盤 出示一下好嗎 算盤算命 所以剛剛有用到嗎 我們剛剛之前進來的時候 就算過了 OK 好 那安格是前面什麼 其實石頭 我去冰島玩的時候 十二年前 現在是學生的時候 就買費 就單獨 只有一顆嗎 有二十五顆 二十五 所以它一般的做法就是 在手袋裡面抽 撈石頭 對 或者是幫你抽 所以這是現在 新流行的東西嗎 也不是耶 因為它其實是 最早最早的一種販步 所以整個宇宙是 你第一個才玩的 因為是張維中 這第一個 鄭雅雲那副牌 是塔羅牌嗎 我今天的牌 不屬於東方 也不屬於西方 而是其實我們的一種 塔羅結合所謂的風水 那麼這個所排列出來的 這是一個異形畫像 上面的圖案是東方的圖案 是東方的圖案 然後也算是西方的一個 占卜方式 邏輯 對 所以呢 因為我今天就不東不西了 因為只能用南北了 所以這個是妳擅長的嗎 這是現成的 這是現成的 它總共有 擅長 當然 其實這是我們其中的 高興前面的都被人家選走了 對啊 奇怪的占卜方式 可是這個是很準確的 艾菲爾 貝殼是什麼 貝殼它是那個 西洋的一個占卜方式 然後它是來自於就是說 一個傳說就是說 貝殼它知道 世間所有人的祕密 所以如果說你要跟它 知道你的位置 貝殼應該是宇宙中 第一個知道的祕密 不知道小人用這個部分 好 你剛才也有舉手對不對 你對同一個問題也有意願要發言 是的 好 3 2 1 請開始 就是說 佩奇她的這個婚姻運 其實是有對象的 然後你的對象會差你八歲以上 你可以接受年紀比你大的 也可以接受年紀比你小的 那麼你是二婚祕 就是說你即使結過婚以後 你還有可能再婚 那麼即使你結了婚以後 據少離多 關於子女運的部分 你是有的 然後但是你是 但是我覺得你對於孩子這一塊的不安全感 來自於你的原生家庭 你跟你父母關係其實很緊張 尤其是你跟你媽媽的關係 是嗎 他講得很... 真的嗎 真的嗎 沒關係 剛好時間也到了 我講完了 OK 你的貝殼跟你講那麼多 不是 你怎麼知道這些是從貝殼那邊 卡咕咕來這樣 沒有... 有新聞 沒有 以前我看了你的那個... 媽媽的心情沒有 對啊 一直隱瞞著 這有重... 什麼... 所以你是貝殼跟你說的嗎 不... 就是說我... 因為我剛剛要了你的那個命牌 然後呢 就剛剛也有那樣的感覺 就是直覺啦 怎麼辦 這樣一比誰 他不是感覺很厲害嗎 所以他拿起貝殼之後 貝殼之後 打給他媽媽 你只能看見貝殼 你只能看見貝殼 看見貝殼 看見貝殼 所以... 你的貝殼可以打電話叫屁股嗎 等一下 請問 貝殼 廖老師 紅包給了嗎 給了... 那艾菲爾的現在要給囉 再給 來 廖老師 麻煩你了 3 2 1 請開始 因為貝殼她本身的命格裡頭 就是在夫妻公上 比較有一些問題 但是呢 我可以選擇 用其他的方式來做調整 比如說在樓層上面 你選擇二樓或七樓 因為你手腳會冰冷 子宮軟套下 婦殼本來就比較弱 在一經年頭 二樓跟七樓屬於活性 但是你不要選擇高樓層 超過十二樓以上 因為你本身的性格上面 你喜歡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超過十二樓以上 在感情上面來說 就會越來越淡薄 子女公會有 但是呢 你要注意就是可能要晚一點點 第二個呢 你可能會有開刀婆婆的機會 基本上你懷孕的次數應該會有 基本上會有三次 但是真正能夠得到很少 OK 三次中可能會成功一次 三重也不錯了 然後 蠻高的 要住在二樓 然後跟對方數再數幾 這樣你會被路人看見嗎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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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知道嗎 高樓層啊 像我的浴室啊 我是一個L型的那個警官 然後 半夜不開燈 拖公公在那邊洗澡 哇 多開心啊 你現在是幾層樓啊 自己住 我現在住幾樓 我現在是住九樓 但是他的相對老程 他自己不要超過十二樓 對老程 因為你本身樓層越高 感情就越淡薄 不公平 不公平 對啊 九 九 對不起 不會的... 謝老師我請教一下 就是說 今天是少數 你會聽到前面的人 講同一個問題的答案 對 那些問題會在你心中累積 還是你不聽別的老師 所說的 我都是以他的八字本身 做標準 所以別人說什麼不重要 是不是 那你聽到別的老師說 你會在心裡冷笑嗎 不會啊 有的講得很... 講得跟我的答案是一樣的 OK 所以會在心裡想說 真準我也要去找阿涮嗎 喂 不過謝老師真的很像奇異果 好了 沒事 你要把那個小標籤接上去嗎 對啊 你對同一個問題有見解嗎 對不對 我非常有見解 我剛後來幫他算過了 321開始吧 他本身來說 嫁不到好先生 但是他36歲以後 事業財運下滑 但是可以嫁到好的先生 陽年的時候 一定是跟之前男朋友 做一個切割 會有一個糾葛 陽年會分手或離開 但是你能熬過去的話呢 那你猴年就是2016的話 就有好的因緣 好的結果 你一定要煎熬 而且你的官司 會在這一年你要低調 要承認 要付出更多 他是一個很愛家的人 為家簽判很多 為家付出很多 OK 所以你應該來 到了嗎 到了 他速度那麼快就到了 到了到了 這官司的事 是有這件事嗎 有耶 我這兩年很不順耶 然後就好多奇奇怪怪的官司 包括那個網路上啊 可能就是我在回答別的網友的話題 可是就另外一個網友以為我在講他 回覆他 而且我是在罵他 這也會有官司嗎 然後他就去報案說我恐嚇 對 他就去 他自己對號入座好裝喔 對然後他就去報案 然後說我恐嚇他 然後我騷擾他 結果後來當警察 對 然後當警察打電話來問的時候啊 然後我也呈現我的證據給警察看的時候 警察就說他應該是真的有問題 然後後來這件事情就沒有下文了 而到底這八位命題老師 還會有哪些一陣驚喜的分析 又會有哪些報銷內容 別錯過下期的空氣來了 在今年二零五年上面來說 如果感冒啊或者是一些新狀況 那這時候是最不利受益的時候 另外一個呢 畫鏢長太多 那種可能會產生就是喉嚨方面的情編 讓他整齊掉的空氣 我覺得他應該跟我記仇 因為他以前上節目的時候 我喜歡那個 喜歡他整齊 對 明天我要告訴你 中天中午台 空氣來了